我相信司法是公正的 我相信政府是保佑善良的老百姓 遭影涉事蒋校园当年 绯闻女主角的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痛哭失声到北检案灵控告周玉寇 我也没有滚床 明明你是当时采访的记者 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 一个媒体记者一点专业素养都没有 你把别人的案子丢到张水 丢到我身上来 没有人帮忙 我是在家想自杀好多天了 我也没有办法吃 也没有办法睡 周玉寇为了挺陈虚中 狂轰蒋万安父亲蒋校园成年悲闻 张淑娟怒呛 周玉寇蔡玉珍无上线霸凌无辜者 她绝对告到底 我跟您讲的什么张校园先生 我没有跟她滚过床 周玉寇小姐 你道歉是不够的 你又利用媒体霸凌弱势 霸凌一个没有麦克风的声音的人 我不是绯闻的女主角 我不是我也没滚床 请你不要这样子再消费我了 无上线抹黑周玉寇现身会场 突然说要跟张淑娟道歉 当时只是比对这些提供讯息的人士 如果因而造成她的伤害 她个人觉得明洁清白 受到了有不明之冤 在这里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 声声一鞠躬 周玉寇一度想拉张淑娟 但被王洪威赶开 王洪威怒呛周玉寇该滚出媒体圈 如果爆料属实 周玉寇为何要道歉 如果明知是造谣抹黑 怎么还如此义正词言大声骂人 周玉寇的惊人严刑探傻全国百姓 既然林宪阳杰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走上这个梦梦水 无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光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有可能难兑 谢谢观看